最近范冰冰在社交平台发布自己做公益事业爱里的新项目,被网友质疑说,作秀,范冰冰发文奉任利用公益洗白,至于到底有没有想利用咱也不知道,咱也不敢问。 近日,我们在北京朝阳区一家泰式餐馆门口,就遇到了忙于做公益的范冰冰和他的助理,当天范冰冰打扮还算低调,穿着将黄色T恤搭配黑色高腰长裙,袖子上还套战了防晒袖,从车上走下来后,还用手带了担自己不够平整的衣服,收服了服帽子,整理了一下才走进了餐厅。 一眼望去,绝对不见的范冰冰好像比以前胖了不少,虽然脸依然小巧精致,但腹部臀部微凸,宽松宽的高腰群都没藏住。 在和朋友吃完饭后,范冰冰手呆在助理街上从饭店出门,喝没喝多咋也不知道,不过上车前,头微微一样,给人一种疲惫感。 在和助理简单告别后,就直接上车回到了自己的家,因为头选露水。 事业受重挫的范冰冰,付出似乎已经成了他的专属热迷话题,不过有如此重大事件的劣迹艺人,恐怕没那么简单了吧。 音乐